曾姿吟教授和团队 藉由仿真美观甲体的方式 来协助肢体受损的商友 修复因意外所造成的缺损 更能重新找回生活信心 商友尤其是烧烫伤 或者是意外的朋友 比如说气暴的这些意外的朋友 他们很容易伴随的就是肢体的残缺 因为意外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会就是反射性的动作 会来遮脸遮头 所以他们的手部也会有受伤的部分 或者是残肢啊 或有缺脂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觉得说 除了他的手指手的功能性不方便之外 我们能不能就是脸也帮他 就是化妆化好了 那能不能就是让他也看起来 是完整的这样子 一开始就是在针对彩妆的部分 来怎么样去美化瑕疵的皮肤 比如说消烫伤它的疤痕啊 然后它的斑痕或者是它的色斑皮肤 颜色不均匀等等这样子 那我们是最主要是在这个皮肤美化的部分这样子 不仅如此 商有在形象重建的过程 除了遮瑕修饰化妆 还加上了妆法技术的辅助 使修复能更加的全面 也让商有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因为你一般你想要一个人如果今天你只是化了妆 然后这个发型乱七八糟的 那你就想想看它是感觉怎么样 我画一个大膿妆 然后我这个发型就这样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所以发型基本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觉得形是很重要 然后其实它的身心就是头皮的养护 你头皮把它养护得很好 它头发发子伸出来就会好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觉得我们学习这件事情除了让人的外表变得更好 看比较有自信之外 自己的心理自己的心态也比 就是内外皆美 对 然后可以就是营造这个容貌的平权 让社会对他们这些商友会更友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